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宗室重臣 为史安王逍遥光包帝 封曲江公 逍遥心少时便喜好读书 仁慈爱物 赴萧凤 南朝齐史安静王誓送郑元朗 少爷 您慢点儿 少爷 这一大早要去哪儿啊 老伯 我去给母亲请安 小小年纪就如此懂得理 这是什么 看 它们太危险了 老伯 等一下 这就安全了 娘 您怎么喽 娘 给您请安 我来 还是我来吧 我来吧 好吧 少爷轻着点儿 奴婢去给夫人端黎州 知道了 娘 您咳得这么厉害 还是去给您请个郎中吧 又不是什么大病 玩儿小磕而已 过两天就好了 夫人 黎州熬好了 您喝一点儿吧 我来喂母亲喝 少爷 这个很烫的 你现在太小了 还是奴婢来吧 我能行 母亲昨夜睡得可好 夫人夜里咳得更厉害 有什么方法 可以减轻母亲的咳嗽吗 夫人 您转我一会儿嫁 我去采山杏 采山杏做什么 现在正是山杏成熟之时 山杏有润肺定喘 生经止渴功效 夫人吃几颗正好 我去猜 上山是男孩子的事情 交给我好了 少爷 这里的景色可真美 那当然了 是我打下来的 明明是我打下来的 五星再比一次 你交比 我说也来三只 我一只都没有 不要再打鸟了 它们是无辜的 你看它们多可怜 要你来多管闲事 小弟弟 游戏有很多种 为什么要玩这种蛋兽飞鸟 杀生害命的游戏呢 我们都这么玩的 鸟儿自由地在空中飞翔 对人类有何妨碍 为何忍心杀它取乐呢 天上飞着的小鸟 就像在路上走着的我们 你想想 如果我们中途被无缘无故地绑住 或者被打死了 会是怎么样的心情呢 以后我再也不玩打鸟游戏了 我也不玩了 不打鸟还可以玩别的 比如摆布射击石子 这也是一种禁忌 也可以弄高低的 我明白了 只要不杀害生灵就行 是的 少爷 您看这儿有一只小乌鸦 这可能是刚才那群孩子打落的 他的翅膀受伤了 我爬到树上看看有没有他的窝 我们把他送上去 还是我爬上去吧 少爷 什么也没有 你下来吧 我们在树下等他的父母吧 少爷 我们回家吧 都已经等半天了 小乌鸦的父母也没有回来 这只小乌鸦大概是没有父母的波儿 把他放在这儿 兴许他的父母就会来找他了 我想把他带回去救治 什么 你要把他带回家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 听老人说 乌鸦不吉利 那好吧 把他放在这儿 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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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丢下他不管 他一定会死的 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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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把它扔了到 昴儿 这些山腺真的很好吃 娘还想再吃一个 娘 书上说 山腺虽然很好 但是吃多了 会伤脾胃 这两天娘食欲不振 这山性震合了我的胃口 剩下这些您明天再吃 如果娘喜欢 孩儿明天再去采些新鲜的 回来给您吃 你看我这儿子 现在就像小大人似的了 不过这孩子倒是有些孝心 是啊 少爷才七岁 就有如此的孝心 对您真是细致入微 这点越发有老爷的风骨了 老爷下江南也有些时日了 还不知道何时返程呢 娘 孩儿还带回一只受伤的小乌鸦 它太小了 孩儿想要救活它 好啊 难得我儿小小年纪 就有如此善心 但是寿童说乌鸦是个不祥之物 孩儿特地来征求娘的意见 乌鸦 乌鸦可是不吉利的鸟 它被小孩打伤了 而且连羽毛还没掌权 孩儿若把它扔在山林里 它会死的 心儿做得对 天地万物之间都是平等的 那也是一条生命 既然有缘相遇 当然要救它一命啊 夫人 乌鸦的叫声很悲惨的 乌鸦虽然叫声不好听 但是最孝心的鸟 懂得反捕 右鸦由老鸦抚育 老鸦由右鸦养老 光这一点就不容我们抛弃它 少爷乌鸦的孝心值得敬佩 老奴支持你救活它 放心吧 它会活过来的 夫人 您看小少爷现在的样子 就能看见他的将来 一个小孩子 哪里看得到未来 只是他这一时的软心肠罢了 少爷肯定错不了 娘 她醒了 既然你把她带回来 那就好生照顾她吧 我会的 娘 您看她身上的毛 有黑发亮 不如我们给她起个名字 叫墨玉吧 墨玉这个名字好 我去给墨玉弄些米汤 瞧这孩子的善良样 奴婢觉得 少爷将来一定有出息 莫菲 孟玉你吵到我读书了 孟玉你吵到我读书了 你再淘气 我就把你送人了 善行无辙记 善言无暇拙 善行无辙记 善言无暇拙 夫人您看 墨玉像是听懂少爷说话了似的 万物皆有灵性 只要我们肯花时间挖掘 有墨玉伴着新儿读书 新儿也平添了许多快乐 娘来得正好 更好孩儿独累了 您看窗外的阳光多好 不如孩儿陪娘到花园区散散步 也好 读书也需要养性 带上你的墨玉一起去 好的 娘您坐下休息一会儿 夫人您喝酒 夫人您喝茶 夫人您喝茶 这小东西可真聪明 是啊 娘 您看墨鱼多聪明 她都长大了 为什么还像小鸡一样走和蹦 她怎么不学着飞翔呢 还不到时候吧 你这是去哪里 夫人身体不舒服 差我去请郎中 母亲哪里不舒服 我得去看看 夫人昨夜就有些胃冷 现在又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的 你快去请郎中 我去看母亲 萧夫人是着凉所致 吃些药静养即可 那就麻烦您给开个方子吧 服药期间少油腻 多清淡 记住了 谢谢您 萧儿 娘没事了 你快去读书吧 好的 娘 您躺一会儿 痒痒精神 昨夜一定没睡好 还是去读书 我一会儿再来看您 嗯 去吧 姐 姐 姐 gotten 你一定是想你的母亲了 等你长大了 再去飞去找母亲 快 关门窗 少爷 夫人忽然发热 不是刚刚吃过药了吗 吃一粒药也不管用啊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少爷 我们还是想点别的办法吧 郎中都看过了 少爷 我去外面看看 少爷 是两只大乌鸦 这是不是小乌鸦的父母来找孩子来了 我们回房看看去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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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 不要再啄了 我知道是你的爹娘来找你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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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啊 墨玉终于找到娘亲了 天地万物之间都是平等的 那也是一条生命啊 既然有缘相遇 当然要救她一命啊 乌鸦虽然叫声不好听 但是最孝心的鸟 懂得反哺 哦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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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已经很晚了 奴婢看夫人好像已经退热了 不如你先去休息 等夫人醒了再叫你 不了 母亲生病 孩儿岂能不守护在身边 想想我小的时候病着 母亲不也是这般守候 少爷还小 夫人会体谅你的 看到墨玉的父母 不离不弃地寻找自己的孩子 我身为母亲的儿子 我身为母亲的儿子 怎么会不管母亲呢 好吧 不过少爷要是有事就叫奴婢 奴婢就在隔壁 嗯 你先去睡吧 娘 您醒了 你在这儿守了一夜啊 可不 可不 少爷就在您的床边守了一夜 奴婢怎么劝都不回去呢 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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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玉闭嘴 听我给母亲读书 我又三宝 我又三宝 持而保之 一曰此 二曰简 三曰不敢为天下仙 逍遥欣 二十岁任命为中书郎 齐名帝逍卵入宫辅佐宣帝时 逍遥欣也参与政务 凡他所举荐都恰得其人 其子萧姬天资聪明 十岁就擅作文章 太子家令沈约 见萧姬的文章称赞说 康公有这样才智杰出的儿子 应验了他生平积善 以给子孙的福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